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斯巴拉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长威不仅会武功而且会如来神掌的电影 故事刚开头就是两帮人大晚上的在街上准备干架 左边这帮人想要我们头发都已经白了的长大爷 交出他脸上的鞋神面具跟武功如来神掌 大爷自然是不肯答应于是两边就干了起来 期间是各种搞破坏徒手丢弃车啥的 最后我们的长大爷甚至还往大楼上胡了一只新爷同款的巴掌印 这段特效啥的呢还算过得去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大晚上的还是在市中心 因为马路上面又搞爆炸又是回大楼 这咋就没人报警抓你们呢 还有王法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我们男主角龙剑北龙哥这里 龙哥呢是个令人感到迷惑的男子 为啥这么说呢 这天他看见社会大哥在欺负小妹 于是打算出手相救 出手的方式呢就是把啤酒瓶递给社会大哥 让他在自己头上开个瓢 大哥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狠人 当场就结了账跑路 完了之后呢龙哥就开始向烧烤摊老板收账 老板上要供小孩上学求他缓个几天 他当场就把老板和自己的手一起按到了开水壶上 一边按一边还问 能不能 能不能 我太难了 收完账之后呢又丢了一半回去 说是给他儿子交学费 龙哥这一系列迷之操作下来 仿佛是想告诉观众 虽然我勇于斗殴 欺负市民 手段残忍 但我知道我是个好男孩 之后呢龙哥回到了家 原来他这黑帮手掌 都是为了给自己癌症晚期的妹妹 这天妹妹又晕倒进了医院 黑帮大哥告诉他有个地方做人体实验 虽然非常危险 但是参加者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而这个实验的发起者呢就是我们的长大爷 由于鞋身面具的反噬 大爷经常腰腿酸痛 精神不振 感觉身体被掏空 本来是想找个年轻力壮的小伙 吸一吸 内力 后来想了想 干脆找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器才当徒弟得了 这天呢龙哥就来参加了人体实验 而这个实验的主要内容 就是用一台机器把如来生长通过USB连接的方式传输给参加者 最终其他几个参加者当场暴毙 而龙哥仅仅是晕了过去 等到这几个科学家离开之后 他突然惊醒 然后从一个像炼丹炉一样的东西里就奔了出来 我说你又不是孙猴子 这咋火眼睛睛都炼出来了呢 没想到的是男主却真的炼成了神功 撞碎了钢化玻璃 拿了钱就跑路了 可能是武学文件没有传完整 之后他就在澡堂子里走火入魔了 幸好我们长大爷跑过来帮他打通了心脉救了他一命 然后又给了他一枚硬币并告诉他 你的妹妹癌症还有救 龙哥呢就拿着这硬币通行证 进入到了一个武林人士的聚集地 说直白点呢 这就是网游里的任务大厅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诡异 诡异告诉他想要救妹妹需要三种药材 而想要得到药材需要完成三个任务 他拿到的第一个任务呢 是帮忙废掉一个叛徒的武功 真巧我们的女主黑妹也被师父派来清理门户 于是这两人就打算结伴而行 为了得到那个叛徒的消息 两人找到了一个号称江湖白小生的老前辈 只见这位先锋盗鼓的老人 左手敲着炫彩键盘 右手操作着苹果电脑 没一会儿功夫就给他们百度到了叛徒的地址 那么这位叛徒到底犯下了什么重罪 令师们想要废掉他的武功呢 理由很简单 他想要弹吉他追寻他的梦想 当黑妹问他 为啥仅仅为了弹吉他而背叛师们时 他回答 我练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好地弹吉他呀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头上是否有很多问号 这个梦想啥的 咱就不吐槽了 我只是想不通 到底为啥人家弹个吉他 能弹的师们想要废掉他的武功呢 我寻思的你这玩意儿也弹不出Rostariff啊 完了之后呢 龙哥和黑妹就和他打了起来 最终也是成功废掉了他的武功 没了武功的吉他哥 似乎觉得自己弹不好吉他了 于是就撞车自杀了 龙哥呢也成功拿到了第一位药材 对于自己害死人这件事 他也是感到十分羞愧 并表示我错了 下次还敢 为了放置第二个任务失守 龙哥主动请常大爷教他如来神掌 大爷也是个实在人 不仅倾囊交手 还帮他打通了任督二脉 话说呢 这第二个任务是刺杀武毒教主 调要着面粉糊脸一样的粉底 再加上这烟熏状和绿油油的头顶 以及这个阴暗的人物设定 这很明显是超 致敬了吉瑞的来托把的小丑 这天呢 龙哥和黑妹潜入了独南的地盘 由于独南是常大爷派来激怒龙哥的 因此早就发现了他 顺手就给两人下了唇药 等到之后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独南问龙哥高不高兴 龙哥不知为啥怒了上去就要动手 只可惜明显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在独南想要对黑妹动手的时候 龙哥终于爆发了 一气如来神掌 就把他胡到了集装箱上面 重伤的独南嘲讽龙哥现在的行为 和他们的邪道没什么两样 有种呢 就再来一场打死我 但是作为正派的主角来讲呢 自然是不可能 自然是不可能听邪道的话 仅仅只出一掌 而是选择将其欧拉致死 没想到吧 任务完成后呢 鬼离带他去见了常大爷 大爷呢也和他摊牌了 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并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 最后一位药材的话 明天就得去接武林正派的标 对此龙哥表示他没得选 竟然接受了最后几世 如来神掌的教学 这边呢得知龙哥行动的黑妹 就打算向师门报告这件事 于是他用高科技投影 和一帮古装打扮的前辈们 开始了商量 最后呢 阻止截标这个事 就落到了黑妹的头上 第二天的龙哥就来截标了 没会儿功夫 就把这些杂鱼全干趴了 拿到药材之后还不忘补刀 一脚下去 给人剁下了好几层龙 黑妹来阻止 也被龙哥轻松盖匀 回来后呢 鬼用着一堆 装着橙汁可乐啥的 瓷器瓦罐两桶烧杯 给他妹做出了 要成功治好了 他的晚季啊一阵 长大爷呢 由于过度依赖面具的力量 没能完全掌握 如来神掌的奥妙 于是这下就打算 把面具传给年轻的龙哥 没想到龙哥来来去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然后就把那几个 武林正派前辈叫了过来 原来呢 前面的一切都是在演戏 为了就是在救完妹妹之后 在搞她个措手不及 完了还大意凛然的说 她参加了实验 所以大爷欠她一条命 因此救她妹妹是理所当然的 我寻思的这实验 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而且那一大箱子钱 你也没少拿啊 人家大爷不仅在你 走火入魔时救你狗命 还把自己所有的武功传给了你 虽然电影从头到尾 都试图用一些凶狠的台词 来表现大爷是个坏人 但实际操作到最后 都是刀子嘴豆腐型 反观我们的白眼狼龙哥 不仅在开头欺负普通市民 喝醉了酒爱高空跑步 自私自利草间人命 而且面对给了自己一大笔钱 还救了自己和妹妹命 外加传授武功的恩师 只因为她头顶上顶的是个邪道的帽 就可以没脸没皮的反咬一口 真的是三观歪道离谱 完了之后呢 两帮人就打了起来 至于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黑妹重伤飞了出来 接着妹妹被愤怒的长大爷摔到吐血 看到这一幕的龙哥 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找那个 一碗要能治好癌症的诡异帮忙疗伤 而是选择和大爷开始了火拼 最后双方同时使出了如来神掌 根据自古对播左边书的理论 大爷轻松就把龙哥拎到了大楼边上 并仁希望他可以戴上面具 获得完整的力量 龙哥也是很给面子 一掌废掉了自己的武功 见到他如此憨疲 大爷彻底无语松开了手 而就在坠楼之间 龙哥突然顿悟 一个氮气加速 就跟个窜天猴一样的飞了上去 在摆出了新爷同款的pose后 他使出了一记从天而降的掌法 把整栋大楼给轰了个稀碎 在见识到完整的如来神掌后呢 我们的长大爷变心满意足的去世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呢是不知道他妹妹到底有没有凉头 但我肯定的是这黑妹当时还活着 只不过通过龙哥的这波AOE的全村吃饭掌 真的是可以唆呐吹起来给黑妹逾越送走了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观众 还有没有见过比龙哥更加睿智的主角呢 反正我是没有 最后求大家点个赞吧 那么本次电影吐槽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